非律宾总统小马可氏 措辞强硬 要台下的军校毕业生 强势应对任何外来挑战 入侵者是谁 小马可氏没有明说 但外界推测 他指的就是中国 为了争夺南海主权 中国和菲律宾互不相让 中国海警出动高压强力水柱 朝着飞方船只喷射 或是为了拦截菲律宾海巡船 中方大胆用船身硬碰硬 类似的对峙画面 从2012年以来不断上演 两国的海上冲突 中间虽然一度缓和 但2024年年初以来 紧张局势又再度升温 我认为这两年最悲惨 因为这会被人伤害 菲律宾补给船上 好几扇窗户剥离 被中国的高压水柱击破 打乱了飞军的补给作业 关键地点仍爱暗杀 是南海冲突的一大热区 越南 台湾 中国和菲律宾都宣称拥有主权 但是菲律宾政府1999年时 刻意将一艘老旧军舰搁浅在此 长期派兵驻守宣誓主权 中国外交部在2024年5月时痛批飞军 违背前菲律宾总统杜特地和中国达成的君子协定 除了补给食物还暗地运送舰材 补墙 舰艇结构 但菲律宾现任政府表态 他们不知道中非之间存有秘密协议 两国的海上角力从仁爱暗杀延伸到黄岩岛 菲律宾民间组织2024年5月中 号召了上百人前往黄岩岛周边维权 不只喊话要中国离开 这些志愿者还在海上投放浮标和中国过招 我是中国海警3502舰 正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黄岩岛海域依法巡航 请你遵守相关国际公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 面对大批维权人士 中国海警用中文广播的同时 也迅速集结巡逻船舰封锁黄岩岛周边 阻止渔船前进 在中非的南海争议中 北京的强势作风格外引起外界关注 和东日本的美国âl枢 Shen 中国中国军事军 fitted by International 将进出辽排使用北京的艦呢 西班朝鲜支撑 で散 realizaron 北京的强势作风格外引起外界关注 像是中华民国的南疆第一道防线 太平岛就位处在这个战云密布的区域里 在中国菲律宾和越南都宣称 对太平岛拥有主权的情况下 中华民国政府能在太平岛展现实质统治 抵御外界挑战着实不易 但这样的现况要如何维持 国家在北京都知道 无论为自己的守护 我们会失去他们的正确 都开始变成那种事实 我们在台湾 日本 南京 但我认为菲律宾可能会看到 一个巨大的投资的资源 在未来的年代的守护 如果有任何 只要保随 他们在南中国的守护 面对中国在南海的军事扩张 各国从中获得的启示 就是强化国防实力 才是捍卫自家国土的唯一解放 但相关行动恐怕 会进一步激化南海争端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 再见